MaiMaiCooking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MaiMaiCooking的時間 剛剛過完聖誕節 約我一個月就會到農曆新年 這段時間是時候要學一下賀蓮松 今天就跟大家做這個物戰金蠔 首先就將金蠔略為清洗乾淨 之後就可以將金蠔印乾水份 然後就可以將金蠔加入醃料醃30分鐘 然後就可以將金蠔蒸大約5分鐘 之後就可以將蒸好的金蠔再一次印乾水份 然後就可以將汁料全部拌勻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慢火將金蠔煎至金黃色和脆身 之後就可以把它拔起備用 至於油那方面其實不需要多的 放一點就已經足夠了 之後就可以倒入汁料 然後再將金蠔回鍋再拌勻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那怎麽為之是完成呢 其實當你看到汁料開始拌勻到有些收乾的情況 就可以了 現在就完成了 現在事不宜遲讓我去試吃一下 那麽大家就不要以為這隻金蠔經過有蒸和煎的話 它裡面一定會很緊實 其實咬下去的時候它是非常鬆軟的 而且外皮因為煎過的關係 它是脆脆的 至於醬汁方面 因為我加了少許鹽下去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醬汁就不是太甜的 如果你說喜歡吃很甜的話 其實鹽就可以不下的 甚至乎如果你沒有糖漿的話 你可以用完蜜糖也可以 又或者相反 如果你是沒有蜜糖的話 你可以用完糖漿去做也沒有問題 所以醬汁方面 就很視乎個人的口味去取決於那個份量 可能大家就會有一個疑問 那到底金蠔是否等於蠔屎呢 其實它們是同一類的東西 只不過大家的層次不同 那首先講一下金蠔 金蠔基本上是用一些比較大的蠔去曬 而且曬的日數比較短 只要曬到有一點金黃色啡啡啡的 就可以了 所以拿上手的時候 它是比較有彈性和比較軟 而且它的蠔味還會存在 金蠔屎的話 基本上用一些比較小小的蠔去曬 而且曬的日數比較長一點 曬到它是深啡色的 而且拿上手的時候是硬的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水分在裡面 蠔屎的話 相對地的味道會比較濃 通常用來煮粥的話 基本上你鹽都可以不用加的 而且也帶了一些金香的味道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這個農曆新年 就學做這個蜜箭金蠔 可以幫忙一下媽媽的手 因為那段時間媽媽應該是非常忙的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當然記得要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